预估一下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疫情的拐点 这个是在什么时候能够出现 或者是能被控制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有很多人寄希望于 现在春天来了 天气变暖了 气温升高了 是否会像17年前的SARS一样 突然之间的就会消失了 或者是被控制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目前在美国像佛罗里达州 德克萨斯州 这都是比较暖和的地方 包括一些南美 包括东南亚的这个 其实也还有出现这样的病例 似乎跟SARS又不完全一样 我不知道您的经验和了解 是如何解读这样的情况 好张教授 好的 那个我听的那个比较明白 是王先生的一个有担心 但是也有期盼 但是也有怀疑 D.C.还有Maryland 事实上都是非常好的地方 特别在Maryland 它那里有John Hopkins就在马里兰 对吧 我讲的没错吧 霍普金斯大学医学 John Hopkins就在马里兰 我觉得是美国的现代医学的一个发源地 这样去讲它都不过分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1918年的流港 的一个 1918年全球大流行的流港 最终的所有的一个科学方面的一些巡踪 都是由John Hopkins的团队 在那里领导全球做出来的 所以它那里应该是你所在的地区还有NIH 所以都是全球最牛的医学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可以说现在美国所有做的一个医学的一个政策 在Trump后面都站着这些非常专业的团队 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大家是毋庸置疑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现在各个地方的一个疫情出现不同呢 这也是美国的特点 美国各个州你也很清楚 基本上都是自己按自己的方法去做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跟各个州的很多医生也都有沟通 我发觉大家的政策各方面也都是不同 所以在美国在早期呢出现一些不同步 这也是非常的正常 那么现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的一个拐点 你都能够进行计算出来 因为在传染病的话 我们喜欢讲它的一个防止数 就是production这个数 它的一个阿灵子所谓的它的数据 数据的话呢 在意大利 我们已经看到它开始向下一个新增数 开始出现下降 所以就是说你没有到高峰 就谈不上拐点 那么美国的高峰 你在什么时候可以见得到呢 就取决于 最近美国采取的这些 非常严厉的 就是 紧急事件的一个响应 包括我现在靠的芝加哥布局 有出台了非常严厉的居家隔离令 在美国东部参广 所有活动也被取消 大家都在家办公 对吧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措施 其实做到的一点 跟我们中国上海 但是做的事情是完全一样的 上海我们在1月底 武汉封城以后 我们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处理 从武汉出来的病例 我们要把它找到 所以这个关口 我们做的很辛苦 但是我们的做法 当时事实上跟美国现在做法是一样的 并不是所有的武汉出来 武汉的飞机到我们上海 那段时间 有28万人 从我们从监测到 从武汉到上海 但是最终 就是我们找 也并不是说 所有的人都要进行检测 而是你出现症状 我们进行检测的 所以当时我们上海做的事情 就是说有症状进行病院的检测 但是我们还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有症状的人 跟他密切接触的人 我们也都会进行 合理的一个观察 所以这个工作实在是非常大的 那么事实上 虽然进来的人不少 最终我们把病人 筛查了以后 最终 接到我们的感染的病人 也只有350几个 所以就是 进行一个坚决的一个 就是病人的追踪和诊断 就控制住了 现在 我们很多的病理 本类的病理 都没有 所以在这一点来讲 我自己觉得 就是现在跟你马里兰 他们采取的也是一样 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 为什么美国现在 增长这么快 因为事实上已经 失去了一个 非常好的早期的阶段 也就是什么阶段 就是沿湖城 Salt Lake City 就是沿湖城 这个阶段 沿湖城现在只有几百个病人 你可以这么做的 就像西加坡一样的 但是这个非常好的 早期的病例上升的时候 这个最佳的时机 一旦错过 现在在整个的美国中部 已经出现了社区的传播 所以这个时候 不得已就只能采取什么呢 居家隔离 延缓社交 那么这个活动 这种做法 到底能不能取消 其实就要等这个政策策略 是不是执行到位 如果这个政策策略 你是执行不到位的 你的快点还看不见 但是如果是执行到位的 原则上来讲 时间倒是四天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新增病例数的降低 所以在传染病里面的预测 我只有对一件事情 我当时预测是非常对的 也就是在大年夜 三十的时候 我华山医院的 所有的男同志 都集结了 去武汉了 我当时就预测 中国的疫情控制 应该在两个月内左右 大家可以把我以前写的文章 都出来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 我就说 采取这样的策略 把武汉城给封掉 我们叫lockdown 那我们上海采取的什么 是shutdown lockdown跟shutdown 还不一样 lockdown是把武汉给lock shutdown是城市内部 我们现在采取的 跟你是一样的 餐馆 但是我们很多餐店还是开的 比你现在要好多了 我们的经济活动 是继续保持的 只是保持的 叫大家最好 stay at home 所以上海当时 都是这么讲的 那我当时上海人民 为什么比较喜欢我呢 我说 stay at home 在中国之就一个字 叫做闷 我们在家里 闷两个礼拜 我说就挺好 大家都挺好 都在家里闷 出来的人很少 就解决问题了 所以当时我在想 采取这么激烈的lockdown 然后所有的城市 shutdown 然后我们所有的 诊断试剂 Q到位 所有的发热门 全部动起来 我说 安安病 唯一的一点 经不起隔离 你如果能够做到 充分的隔离 这个病一定能够控制住的 但是你叫我预测 你极为艰难 因为大家做隔离的决心 是不是够大 你如果做隔离的决心够大的 中国大陆已经演示给你看了 然后你如果做检测 决心够大的 新加坡已经演示给你看了 你如果隔离和检测都做得很好了 韩国也是 韩国和我们中国也都演示给你看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美国的疫情高低现在有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这个不确定性就是取决于你现在shut down 执行到什么程度 要执行多久 这是一点 但是不是locking 是shut down 第二个 你的整段的广泛检测 扑到什么位 现在感觉到美中没有问题 但是美国的其他城市 是不是都做到同样的好 这一点是不清楚 所以美国的事情具有比较多的不确定性 但是是不确定的 据我现在初步的一个预估 美国的医疗的一个 一个设备 还是非常充裕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美国医疗设施的一个 就是紧急的一个生产 它的能力 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无非是 风子什么时候到 但是这个风子一定会到 是两个星期 还是四个星期 这个不好 在那里预估 但是风子到了以后 是不是代表这个病 马上就没有了呢 这个事情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等会我们大家可以再进行讨论 但是先说风子 风子我记得你如果最快 现在开始算10天到40天 如果慢一点 可能要得到四个星期 那四个星期 事情就更加麻烦了 我是希望其实看到 美国应该是有很快的一个下降 下降以后呢 这个事情就会开始往良性方向发展 如果你四个星期才能到风子 估计美国现在的病例数 还未成指数级的上升 那个时候呢 有可能会出现医疗资源的不足 所以但是我相信 美国基于全球的公共卫生体系的顶峰 水平最高 基于全球的 临床医学的顶峰 医生的水平也是最高 我个人觉得他们美国的政府 因为根据自己的疫情所在的点 最合适的一个方案 我自己觉得这个疫情应该会到 但是具体哪个礼拜 我自己觉得现在还是比较困难 好 谢谢张教授 有很多网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 说张教授现在是在上网课 网友尤其关注我们现在屏幕右侧的两位年轻人 刚刚两位年轻人网友都觉得卡 其实只有小马卡了 小吴并没有卡